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科技高速发展 人人追求私利 许多家长担心学习地质规 变得很老实 很纯正 会不会在社会上处处吃亏 受人欺负 不适应现代这个竞争的环境 学佛就是学老师 我在当年 很年轻的时候 学佛了 二十六岁的学佛 三十岁的时候 我把工作辞掉了 我专心学佛 许多人 骂我 责备我 受我自私之利 年轻应该要奉献给国家社会 为什么逃避 责任 跑到庙里面去念佛 受我消极 受我迷信 我只有自己清楚 跟他们讲不清楚 只有一个人赞成 黄东梅先生 我去出家之后去见他 他一看到我 你真干了 我说是啊 老师不是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对 真的 没错 你走你路走对了 只有一个人赞叹 其他的人通通都是 毁谤的 都是封刺的 我这个路走出来了 现在 这些年来 各位看得很清楚 我们把佛法 把中国传统的学书 把每个宗教的优点 带到全世界 团结宗教 把中国 这个传统的教学 可以 化解冲突 可以 恢复全世界的 社会安定 跟世界合避 我们在汤池 做的这个样子 提供给联合国 这三个 联合国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的寻求合避 找不到门道 我们做出这个样子 给他做报告 他们很惊讶 非常欢喜 所以连后 驻联合国 各国的大使 都希望到汤池来参观 来考察了 这就是说明 他们真的 由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 和平的 这个沉溢 我们非常 欢迎 他的参观 这叫 那么还有人 建议 希望连后国 设一个专门办公室 来推动 这种方式 来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和平 联合国 秘书长也很欢喜 好似啊 现在大家谈谈呢 也许过几年 都真的变成40了 这很难讲的 所以这是 对社会 有贡献 对世界和平 有贡献 怎么能说这是 消极呢 所以我也接受 好几个大学的教授 佛教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从开悟之后 就开始教学 一直教到老死 他老人家 79岁过世的 讲经教学 49年 您能说的消极吗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释迦牟尼佛不是神 他也不是心 他是人 他什么身份呢 他是职业老师 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 有教无类 不分国籍 不分族权 不分宗教 只要你肯来学 他就很认真来教你 他是教师 他不收学费 不像孔子 孔子还收个碎修啊 那有点象征的学费 释迦牟尼佛不受学费 所以 他是个义务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这名正言顺 这要懂啊 我们学福 就是学释迦牟尼 学习的时候是很辛苦 我学了13年了 开始出来教 教到今年 刚刚好也是49年了 没有一天 不教学 没有一天 不跟大家讲解 这个经教 经教里想什么东西呢 刚才跟主讲过 佛经里面所讲的 能理 道德 英国 智学 科学 没有迷信 那现在就是 社会大众 对佛教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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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少了 接触他少了 所以产生 严重的误会 这是真的 我在没有遇到 方老师之前呢 也是很深的误会 认为他是宗教 认为他是迷信 那方老师介绍之后 我才接触 也接触之后 这才恍然大悟 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 这个里头真学问 所以方老师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一点都不错 是真的 所以我们终生 感谢老师 布什老师 这个介绍 怎么会知道 永远不会知道 感谢老师的教导 所以这是 这个 社会竞争 是错误的 竞争 升级 就是斗争 斗争 升级 就是战争 现在的战争 是核武生化 那就是 人类在地球上 整个毁灭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对联合国 非常敬佩 就是说 他真有心 想化解冲突 促进 暗宁和平 我在做了多次的讲演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用神仙的教训 首先 我们不要竞争 竞争是西方的 中国的教育 五千年来 从小叫什么 叫礼让 叫谦让 没有叫竞争的 竞争业发展的时候 后来是毁灭 所以中国人 对于利 看得很轻 对于义 看得很重 仁义 看得重 越望 这个利 还看得很轻 不重视这个 你看这 五千年 这文化底蕴都厚 我们在这个 汤匙 这个一年多的教训 人民 住过来了 行过来了 行过了怎么样呢 利就看得清 仁义看得重了 当地的年轻人 在外地工作 一个月可以 能赚到两千块钱 不要了 回家去 回家去 一个月赚五百块钱 他欢喜 回家 天天跟家人团聚 有亲情啊 在外面工作 虽然赚得起来 亲情淡薄了 他现在尝到了 所以原来出去的 这些年轻人 都愿意回来 听说家乡这么好 人人都懂得礼貌 再没有争执了 离婚 没有 离婚率 不像从前离婚率很高 现在离婚率没有了 儿子懂得孝顺父亲 孝子多了 婆媳关系出好了 不再吵架了 不再吵架了 邻居 互助了 相让了 不再争了 过去跟邻居是吵架了 争啊 现在懂得 懂得谦让 这怎么不好呢 这个社会一团活气 进入这个地 这个小镇 磁场就不一样 你说哪有种好 科技发展到最后 如果没有能理到的因果 科技会把世界毁灭 所以科技已经走到了尽头 充满了危机 现在西方人 向中国 向印度 去求保 如何来化解 这个我们要懂得 你要说是 这个 富贵 平静 那是你 你懂得因果 那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命里有富贵 富贵自然的 不要去增 自然的 无论你 经营 哪一种行业 都赚钱 命里有富贵 命里没有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的时候 你去赚 都赚不到 这个道理要懂啊 你明白之后啊 古人说一句话 说得好 君子 君子 录得做君子 小人 冤枉 做小人 怎样才能支付呢 了凡 四信是个好例子 你看看 原料凡 正不正 你就修学他 改造命运 这个重要啊 改造命运 有理论 有方法 你要懂道理 依照这个道理去做 命运会转过来 所以是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富士门中有求疲 这是早年张家大使 教的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